觀眾關心的像這個住宅等等 但是大家都知道 小靖也知道 很多的公宅 當社宅 當初在畫政經的時候 畫的都很高 動不尬聲 然後這邊一塊地弄來做社宅 那邊一塊地弄來做社宅 這邊50戶 那邊100戶 可是你落實到地方上的時候 因為它事前都沒有做很好的調查 所以到地方上的時候 就會引起很多的反對的聲浪 說是像去年 像有個社宅要蓋在 天母的一條小巷子裡面 小巷子進去 天母東路的六九巷子進去 地也不大 也只要蓋110戶 中央的嗎 中央的 最近都這樣子 對 就請大家反彈 因為沒有跟地方溝通 所以這案子後來就不了了之 中央最近都這樣子 因為民進黨的公宅政策 不斷的挑票 然後蔡英文的任期 也就是快結束了 所以他們就一直希望說 能夠再去衝那個數字 所以他們只要找到地 就說那裡要蓋公宅 然後完全不論說 周邊的交通情況如何 然後那個地方適不適合公宅 他們完全不考慮 反正看到地就堅持說要蓋 所以有這個很奇怪的現象 我會講得不錯 像這個很多的地方 像我們在天母搜狗旁邊 有塊中華電信的用地 現在是就是 他的怎麼機房等等 他那個地 他就說那邊要蓋400戶 大家400戶 這一聽 每天的車流量有多少 然後那個要進入多少人 他基本上都沒有進過計算 那個地方平常就已經很塞車了 所以這些部分 我覺得他現在就是為了從業績塞數字 塞數字 這邊這一塊地 小小一塊地還給你蓋50戶 我覺得這樣的 這種設宅政策 當然不會成功 是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 很多的民意代表 真的大家不是反對蓋公宅 是支持蓋公宅 你看台北市政府 現在也蓋了很多公宅 發展都不錯 可是重點在於說 你的整個建立的過程當中 你第一個要考量交通的問題 你如果像你看 大家都會講說 內湖的交通沒有救 然後內湖塞車問題很嚴重 那當然跟他當時的 這個規劃建設有關係 這是脫不掉的 你那麼狹小的路 然後你蓋了那麼多的房子 裡面有那麼多的人在上班 他當然一上下班的時候 就會全被阻塞 這個是科學可以算出來的 是真的數字A B C D E F等級 是可以算出來的 所以在蓋公宅的時候 公宅很好 可是你要考慮是要交通 不然那些人住進去以後 完全被卡死在路上 他們也會覺得很神奇 他也住得不開心 你看我這樣舉例 像幾個比較成功的案例 像你選區的健康國宅 對 健康社的那邊 我覺得蓋完之後 一樓有這個托兒所 有這個日監日照中心 那大家在那邊就跟居民 就覺得融合在一起 融合 亡為一體 對 融合 然後在那邊離捷運站也很近 是 然後再來我們自己區域的 像我們現在在這個 周美那邊也有蓋 那也OK 因為他跟原本的這個安置戶一起蓋 然後就變成一樓也有些社福措施 而且那邊的交通 因為算是新的區 離交通等等 目前為止都還很順暢 這個大家都OK 都歐漏 然後在這個 我一樣是在這個 市北客學園區旁邊 也目前也在蓋公宅 蓋的也是已經到了五 六層樓了 那一樓他一樣做 這相關的社福措施 同事旁邊還有這個消防隊 就是他的公有設通通在一起 那大家都覺得也很歡迎 很多人也在問說 那邊什麼時候蓋好 我們也接到很多電話 想要去登記等等 所以你這個location選得好 然後大家覺得說 未來這附近的發展可期 可期待 那個大家就會覺得說 設的來就是一個很便利 大家受到歡迎的措施 所以重點是你選的地點很重要 同時對於原本的環境 不要造成太大的衝擊 所以台北市現在 因為我在教育委員會 那他們現在在蔣灣市長任內 也開始提出一個新的政策 就是說未來的老舊校舍改建 在規劃的時候 要把學校蓋高 為什麼要把學校蓋高 是因為第一個台灣少子化 所以現在的 包括國小 國中 高中 學生越來越少了 那本來的校地這麼大 其實你如果要有效運用它的話 你在它重建的時候 把它蓋高 它就可以縮小它的樓地板面積 就往上發展 那多出來的這個部分 其實可以幹嘛 就可以蓋公宅 然後把學校跟公宅都分開來 那這個時候 因為通常我們的國小 國中高 學校 都在比較好的地段 所以也可以讓這些住公宅的人 住比較好的地段 甚至有一些小朋友 他住在公宅裡面 他上學就直接走到隔壁就到了 那也很方便 所以其實我覺得像公宅 一定是我們都會支持的 可是像中央最近這樣子 急救章的做法 其實是會得到 反而是會讓大家對公宅反對 反效果 我們應該是要讓民眾 能夠更多地支持公宅這個政策 而不是你推出一個錯誤的版本 讓民眾去反對公宅這個政策 但民進黨感覺是把這個搞錯方向 搞錯方向 他是想要把這個數字 無限的擴大化 然後來騙選票 覺得說年輕人看到2萬戶搬到8萬戶 很開心 但是實際上8年快過了 真的 所以進到中央以後 你現在開工 你都更一年後根本該不成 所以進到立法院以後 針對社宅的部分 你也會 我覺得要去採量 要去考量 第一個就是他的社宅 跟他以租代管 然後包租代管的方式 你要用哪種方式比較好 但是我像包租代管 目前成效好像並不是很顯著 我覺得跟國人的過去習慣有關係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在社宅 而且社宅要跟地方政府去商量 沒錯 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地方政府也在拚業績 那你中央政府 不能說中央政府拚地方政府也在拚 那你我覺得兩邊要商量 不要說為了美化自己的數字 然後去打壓別人的數字 跟人家搶地等等 甚至我應該在某些區塊上面 中央地方的一起合作 因為我們看到有些地 中央一小塊 地方一小塊 你是需要整合的 我覺得需要中央地方合作 不要每天都在畫大餅 有的地方 地方已經蓋了大規模的公宅 你旁邊就不用再蓋一小棚了 因為那裡就已經有了 你不要為了湊數字 可是問題是 現在你們選區的立法委員是吳思瑤 那他對公宅的態度是什麼 他有沒有去協助地方 跟中央去做溝通了 這個我在去年的過程當中 我沒有看到 你沒有看到他的副出跟努力 我看到他的助理來了一次 就是他的助理來了一次而已 所以大家就知道 以我自己的經驗裡面 是 現在市長是講彎案 那是國民黨籍的 那如果在士林北投 對於蓋公宅 你有興趣的年輕朋友 你會覺得說 本來就應該要蓋公宅 讓年輕人有居住增益的話 其實你就要思考到 地方跟中央共同協調 這個公宅的從品質到速度都可以加快 還有規劃的區塊 還有什麼樣的公共設施要在裡面 對 我覺得這點真的很重要 不要中央地方各做各的 不能各自為政 因為我這邊也有一戶曾經是 後來反正中央就是硬蓋 但是也一樣 是那個都是那種超級小的巷子 然後你蓋上去之後一百多戶 硬蓋 然後我就說你那麼少戶數 你幹嘛要在這個硬蓋 那個那麼小一個基地 為什麼不去找個大一點的 做大型的設施 這樣子你底下 你還可以有很多公有設施等等的 周邊居民也會比較買單 為什麼不這樣做 那麼小一塊地你要蓋 就是充數字 充數字啊 真的是在充數字 所以中央跟地方沒有協調好的情況 那個時候我們就在談 我們在地方上面談 內塊地 就連地方負責公宅 就是台北市政府 當時柯文哲市府裡面 負責公宅的公務人員都認為 內塊地如果蓋了公宅以後 對周邊的交通會有太過負面的影響 是 但是他們當初在選地的時候 都不會聽進去 而且更扯 當初我怎麼發現這個事情 因為他們這個內政部 他有個住都中心 他就要去走個流程 他就會在什麼禮拜天的下午 開一個什麼說明會 我請問大家 禮拜天下午開說明會誰會去 然後那一場沒有抓到 他四塊公宅一起開說明會 你知道去幾個人嗎 去幾個人 加上里長八個人 八個人 這麼少人 他就要去過 他就要去過了 就是為了要讓他通過而已 然後我知道的時候 我把就整個案子我把他攔下來 然後這個案子就把目前位置擱置 一樣是小巷子 一樣小小的塊地蓋100多戶 那目前是綠地的情況下 那你何必要犧牲綠地呢 去蓋那個100戶的情況 然後車流等等增加很多的負擔 所以我是講 第一個我覺得公宅當然是一定要 第二個你要中央地方合作 真的一定要合作 不要互相比賽做業績 然後第三個 要找合適的區域 同時要跟周邊的居民去做一個溝通 其實大多數的居民都 附近居民都歡迎 都歡迎 但是你要同時又立即又立他 我覺得這是公宅政策成功的關鍵 所以為什麼地方其實蓋設宅 蓋得比中央好 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因為地方的設宅 他會分享很多給周邊的 里民跟住戶 比方說很多我們小巷子 沒有居民活動中心 沒有里民活動中心 你蓋了這個公宅以後 你有全新的設施 很大的活動空間 讓里民朋友都覺得很歡迎 這樣子的設施 這是在地方上面 台北市公宅能夠成功的主要原因 可是我們看到在中央在蓋的時候 他這個設施的比例占很小 而且跟里民的互動很少 他幾乎就 頂多就是做個日照長照 然後就是稍微敷衍一下就過去了 可是真正跟里民可以結合的 這種設施相對是比較少的 所以這個時候 當然周邊居民他的反彈力道 會比台北市政府蓋來的強很多 你看你們這邊的廣辭 也是很好的成功案例 對很成功 然後大家都蠻喜歡的 連區公所都搬過去 區公所搬過去很方便 辦事方便 你那個公園那麼大 周邊的小孩子也可以去玩 所以他變成不是一個零幣設施 而且大家喜歡去的地方 而且帶動地方一些 像一些小生意的繁榮 真的 因為你人多了之後 然後大家可能外食 吃飯什麼的都會去周邊 這個時候你的經濟上面 還可以再有所提升 跟過去那個完全不一樣 那個區塊完全跟過去變得兩樣 對 而且我們那邊 我們其實現在還在蓋這個捷運東沿線 東沿段 那這個東沿段蓋好以後 周邊的居民他還可以直接搭捷運上下班 OK 其實更可以去減少所謂的那些 機車 然後還有汽車的這個 涌色的狀況 所以我們 我會跟小金剛討論 我們提出一個假設性的方向 有沒有可能我們公宅來測試 我們就下放給地方政府來做 其實蠻好的 像很多的像國外很多的公宅等等 你都是市政府在做 你定KPI 對你定KPI 然後讓補助 讓市府來做 補助到下地方 然後他要達到每次的KPI如何 我們定期來跟他去審核 然後中央政府就負責經費的補貼 經費的補貼跟數字的統計 以及說如果有問題的時候要出手輔導 然後假設這塊地有中央地的時候 有地方政府跟中央去做合購 就是合購的方式 然後用中央的地 所以我就在想 你看很多地方的住宅政策 都是地方在管 阿姆斯特丹 巴黎等等 都是地方政府的事情 因為台灣中央跟地方常常是搶工 在搶工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 這麼攸關民眾住的這個部分 我是覺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是不是就下放到地方政府 然後中央政府只管KPI 只管經費的審核補貼補助 然後讓實際的執行 讓地方政府來做 因為地方政府最知道 哪塊地適合做什麼 而且它的量體有多大 就算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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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